ok 好来我现在要教你们怎样去改这些照片这些 ok 这个是第四个video 第四个video来讲的话是教你怎样改照片 然后就是说 我们总共会有两个website ok 这个92 club city有两个website 一个是BM的 ok 把它是merayu 一个是这个Chinese的 跟英文 ok 你们要记得 马来文是马来文的 但是英文跟华语是一起的 所以说他们有分两个website 一个website是马来文的 跟另一个website是英文跟华语 ok 好现在我接下来教你们怎样去改照片 ok 所以一样的东西 来到这边page ok page 然后你再去 old pages ok 这边有个叫old pages的 你按了进去过后 你就会看到这一些东西出来 他for the lottery ok front page 这些blablabla的东西 你不要管他 ok 最主要的是你要改最前面的 这个 啊 好像 我们一进来的时候看到的这个地方 的照片 ok 或者是说 我要改for the lottery的 就是马票的 ok 我要改马票的照片 ok 还是我要加东西都好 ok 或者是game啊 我要加game啊 这些东西 都都好我这边我都会教你们怎样去做 ok 现在我们回到 怎样去改的地方 ok 现在最主要 我们先要去这个 let's say promotion ok 我改 promotion 所以就是说在这个 promotion 我按edit o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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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按edit了 现在就是说我已经进到来promotion 这个promotion的地方 然后promotion的话 他一开始会有一张照片 然后就会写package 然后又多一张照片 然后再写package 所以就是说你看不明白的话 你可以这样子来 这样子来看 你按回promotion ok 看啦 package a 然后这边有写字 照片 写字 照片 写字 看到吗 照片 写字 就是说这边也是一样的 这个是照片 然后这个是写字 照片 写字 ok 所以你们基本上都明白了 或者就是说如果我们真的不明白 你们真的真的 看不懂 这个东西ok没有关系我还有另外一个方式给你们 你们可以去这个地方叫做frontend 看到吗有个东西叫做frontend editor 把按进去 这个的话就可以看出这整个页面来改他的东西 但是这个的话你的电脑要比较好一点要不然他会很lag OK 现在我们进到来这一边了OK这个就是frontend 好像我要改照片OK我针对性的 针对性的改照片 这边我按进去 反正这个package 我要改照片的话 OK把按打插 然后再放照片进去 好像我放这个 OK 假设 我随便选一张照片 或者你要上传照片的话 也是可以 等下我叫你们这样上传 OK 现在我有一张照片是 OK 这个照片 你可以放在你的desktop这边 等一下 你可以放你的desktop这一边然后把它拉进来 看到他还变蓝色的代表他就可以放在这边上传 OK我把它放进来 OK现在还有了吗 OK有了过后的话你就按set image 这边有个叫做set image这个地方你按进去 然后他就会变了 看到吗他已经变了 所以说我按save change OK 打插 看到吗照片就已经变了 这是刚才我上传的照片 OK 然后就说假设好像你们已经弄错了 但是你们又不知道怎样去弄回来 OK 千千万万在还没有改好之前 不要去这个地方叫做update 你只要update的话 他就automatic把你save到完所有东西 不管你错的 还是怎么样的东西的话都已经save 你就回不去了 所以现在你看到的东西 OK你可以直接改他你就改他先 真的确定了没有问题 没有错 你再按这个update OK你按update过后你的 顾客啊这些来到你website的都可以看到了 OK如果是讲你在这边改东西的话 customer是看不到的 OK那你customer进来的时候他看不到你在改东西的 因为这个是hold time 只有你按了这个update了过后啊 save了过后 他才会 跟那个customer才会看得到 OK 这个换照片应该是不难 好如果是讲假设我要加 我要加多一个 package进来 OK我要多一个照片更多一个字 可以没有问题这个小问题你去把这个 这边有个加你然后最下面有个加的 OK你把这个加按出来 OK你会看到很多东西在这一边 但是你不要紧张 你去一个东西叫做single image 因为你要记得我们是一张照片 一个一个字 一张照片 一排字 OK 所以我们就按这个single image 按进来 OK OK你看到这个image 好过后 记得 来到这个是他的size image 这个size 这边改改成叫做full full full 要不然你没有放的话你的照片会很小张 小小张了 小小张就不好看了 就不match了 OK 然后这个是image 这边是选照片 OK选了照片你就 啊 就是放你要的照片啦 就选你的照片在这边 然后就按save image 跟刚才上面的做法一样 然后好了 按save 还有变了 你就按打插 OK 下次出来了吗 假设这个是package啦 OK 然后我下面我要写字吗 我给人家知道我的package 是怎样做吗 好 我再来按多一个加 在他的下面这一边啦 再一个加 OK 这个加的话 现在我要打字 我要写字 OK你就去一个东西有个梯子的看到吗 textblock 你就按这个textblock OK 你仔细看他这边已经会有字了 所以说你在这边改字 看到吗 IM textblock 这边IM textblock 所以我这边我该改 ABCD OK OK1234333 看到吗 他就已经有了 他这边的打字了 或者就是说我们好像copy paste copy paste 东西 再放进来 也是可以 OK 然后你就把它放住了 给我按save 他就会变了 啊 这边就是你们package OK 他的package基本上就是这样来改 OK 现在你试看 假设package没有问题 东西没有问题 OK 你可以按save OK 但是现在就是说我们有遇到一个问题就是说 这个黄色 明明啊 应该是在最下面了吗 这个是 那个term 什么 所以就是说这个应该是在他的下面这一边 我要怎样去做 OK很简单 我只要按这个东西有个叫做roll OK 有个roll啊这边啊 我帽子边 有个roll指住他 他就会出来了的 OK 把它拉下来 看到他不见掉了 OK 你把它拉下来 拖 拖到最下面 放 OK 就有了 看到了吗 OK 所以大致上这个应该不难 不难改 OK 你们应该 会明白 OK 所以就说好了 按save 但是我现在不要按save 因为这个是 我们做demo的 所以我们就 不要去save了 OK 好所以这个video就到这边 就是改照片 所以任何的其他的改照片的方式也是一模一样 OK 啊 所以所以我先回到来这边4d或者 其他地方 OK 现在我按4d OK 4d这个啊 他也是一样你进来怎样都是好啊 他都是一样是这样子的 OK 然后你直接按这个frontend 你们比较容易去 Edit东西 按frontend OK OK 就可以看到4d的东西了咯 好像你要改照片 东西也是一模一样 OK你要拉来拉去 也是一模一样了 东西没有变过 OK 然后你找改字 或者放link 就可以了 啊 讲到link 啊 现在去到game 不好意思啊 我们跳另一个section了 我们去到game OK game啊 就是你们的游戏这些你们下载游戏的这些地方 OK 然后我要讲你们讲要放新的game 新的网址 新的照片 OK这个东西 啊 你可以去Edit 一样 OK好来我们现在已经在game了 已经在游戏了 OK所以这个游戏的话你可以按frontend 看到吗有个叫frontend的 一样 OK OK你可以你现在是会看到他所有的游戏都在这一边 OK然后所有的游戏的旁边这些都可以改字看到吗 OK 好像我现在我要在他旁边加多一款游戏新的游戏 OK 加新的游戏的话我这个是照片 这个是按钮 OK我现在你怎样放照片 照片的话一样 就是叫做single image OKsingle image 然后照片的话呢我们就 这边随便选一个 丢下去 然后记得这个地方一定要放一个full OK 然后你看到后面变了就代表好了 OK 现在我们还差什么 我们还差多一个button在这一边 OK然后这个button呢 很简单 你只要在上下左右 只要有button的地方都好 他的笔的旁边 有一个好像复制这样子的东西 两个两个口子的 OK 按一下 他就会复制出来 我看到吗 你随便把它拉一个啊 随便把它拉一个 放来这里 他就在这边了 所以就跟上面的 这些design 是一模一样的 然后现在我们最主要是 我们已经改了吗 我们自己复制过来 所以你复制的话 他的东西 资料 全部会跟着这个 啊 QB838的东西资料 OK 但是我这个我是另外一个吗 假设我是去win 8 我改去win8的东西 我现在就按着这笔 按着这笔 OK 然后你再按这个 啊 这面改字 3 3 win8 OK 这就是game的名字了 啊 这边在前面 前面Display的字 这个地方 OK 随便吧 然后网址啊 网址的话 开始在这一边改 这边的下面 有个叫做select url 你按进去 OK 他会出现这样子的东西 一样 你这个啊 有个叫做link text 跟一个url link text 把它改成这个 三win8 OK 假设有跟你们以后来的game 是叫什么名字 你们就把它放出一模一样的名字在里面 OK download 这个不要改 因为这个是下载的意思 download 三win8 然后在这一边就是放那个网址了 就是你们copy paste 的网址 把它放进来 就可以了 就 就基本上是没有问题了 然后我们就按setlink 这边好了啊 就按setlink 按setlink了过后 就按savechange 这边有个save OK 所以你看到这边变成download 三win8了 看到吗 然后即使我这边我已经我该已经调了吗 所以就是说 我确定了 我就按save 按save了过后 看什么只要来到这个地方 我按啊 啊就是他一按这个download的话 他就去到这个 TreeWin8的这个网站 OK 所以 啊基本上就是这样子了 我看这个了 就像我这样子的那样子了 我看这个了 我看这个了 感谢观看